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讲一讲关于模型的保存还有读取 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当咱们在进行一个网络的训练的时候 咱们最终想要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最终想要干的是不是说要把这些最好的权重参数还有偏制参数给它保存下来 也就是说咱们需要得到这个最好的W还有B 那么大家想一想,咱们之前也是讲过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吧 咱们也可以进行训练,也可以进行测试 但是咱们没有进行这个模型保存这个操作吧 也就是说咱们当咱们训练的时候 那些W和B保存在哪里 保存在咱们当前这个程序里的内存里吧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光保存到内存里 好像来说我现在把这个ID或者说把咱们的编辑环境给它关掉了 下次我再想给它打开,再想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模型了 那么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保存模型 是说把咱们的这些权重参数还有偏执参数 以及咱们整个的计算图 或者说整个Session当中里面所涉及到的每一个参数 咱们都给它固化到咱们的磁盘上 那么下面咱们就先来看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 现在大家用一个小例子来说一说咱们该怎么样用TensorFlow 帮咱们保存一个模型 那么首先大家看 这里我定义了两个变量 一个是V1,一个是V2 它们都是一个随机的定义 用TensorFlow.RandomNorm 咱们进行一个高丝的随机数值化 然后它是有这样一个大小的 这个1,2和2,3分别表示着 这个V1它是一个一行两列的矩阵 然后V2它是一个两行三列的矩阵 然后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之前那样种做法 先把咱们的变量进行一个全局的数值化 数值化完之后咱们要定义这样一个Session欲 但是这里多了一个东西 大家注意这点 就是说咱们掉了一个TensorFlow.Random的春模块下 春模块下有这样一个SeverLay 咱们把这个SeverLay给它拿出来 初始化这样一个Sever类的对象 小的Sever 一会儿咱们就要用这个小的Sever 帮咱们把这个V1和V2保存进来 咱们看就是说 咱们首先还是在Session里边 进行一次初始化实际的操作 初始化完之后 咱们这里先打印了一下这个V1V2 为了便于咱们一会儿对比一下 因为这里咱们是一个随机的初始化吧 打印完了之后 咱们主要的就是这行代码 咱们用这个小Sever 我们看小Sever.Sever 我们是把咱们存下来了 咱们是把这个Session的计算域 给它存下来了吧 也就是说咱们当前这个Session里边 涉及到的一切的参数 咱们都可以给它保存下来 然后就是说 第一个参数是咱们要保存的东西 第二个参数就是要保存到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说 以咱们当前这个代码所在的位置 为咱们的根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给大家打开了 这个是咱们当前代码的一个根目录 然后保存到当前目录里边的Save里边 咱们来看 本来它里边是个空的吧 一会咱们来执行一下代码 咱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TensorFlow是不是真正的 把咱们的两个变量固化到咱们这个磁板上来 咱们先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 现在已经打印出来了 咱们这个model已经saved in file了 就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下了 咱们再来看 刚才是一个空的吧 那么现在咱们是把它保存的一个什么名字 model.ckpt吧 一般情况下咱们用这个.ckpt当咱们一个保存的文件 就是说咱们现在确实的是把这个VVR 不是说VVR 把这个session给它保存下来了吧 那么一会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能不能够通过TensorFlow 给咱们提供的一种读取的方式 把这个VVR给它读取出来呢 这里大家先进注这两个值 一会咱们再看一行 VVR现在是这样两个值 一会咱们就读取出来看一看 这个VVR的值发明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为了防止一些作弊嫌疑 我先把咱们的中断给它重启一下 我给它restart一下 restart完之后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这一部分的代码 相当于是没有执行过的 咱们直接去执行下面这部分代码 在下面这部分代码里咱们来看 其实呢 还是掉了这样一个saver 这个saver呢还是等于 这个tensorflow 这个train模块下的这个saver类 然后呢 这个VVR还是进行一个随机处置化 大家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VVR咱们拿出来的值 是进行一个随机处置化的值 还是跟咱们之前保存的值是一样的呢 那下面咱们就来运行一下 运行之前咱们再说一句 就是说咱们怎么样读取模型 读取模型是用saver.restart 咱们之前是用什么 咱们之前是用saver.save吧 这是咱们保存模型 咱们读取模型呢 咱们就用这个saver.restart restart的意思啊 就是说把咱们固化到磁盘里的这个session 再给它读取出来 还是到咱们刚才保存的路径下 再去把咱们这个session给它读取出来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运行一下 我们一看 现在运行出来一个结果吧 咱们来对比一下 现在的V1是-0.619-0.190.107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V1和V2是一模一样的吧 虽然说咱们都是一个随机的数据化 但是咱们读出来的这个V1和V2 跟咱们之前保存的模型的V1和V2 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么就是说咱们TensorFlow 确实帮助咱们完成了一次模型的保存 还有读取的操作 那么现在只是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 跟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怎么样用TensorFlow 给咱们提供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去保存和读取模型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 咱们之前讲过了CNN 就是说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咱们在讲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没有去保存 咱们卷积层里边的每一层的参数 那么下面咱们就要来稍微的改一改 咱们之前写过的卷积神经网络的代码了 咱们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在哪儿消改 其实上面就是说咱们卷积的定义 以及每一个层的结构这些咱们都没有发生变化 跟咱们之前讲的那个CNN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在这点我加上了一些额外的操作 大家来看 这块就是说方程之上还是跟咱们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在这点我定义了额外的一些东西 我首先定义了一个save step 这个save step的意思就是说 当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在进行迭代的时候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就是说咱们是不是每一个epoach一个epoach进行训练 你可以选择我是隔五个epoach一保存 还是隔一个epoach一保存 咱们保存的一个间隔 这个是咱们大家可以自己手动设定的 这个save step等于1的意思 就是说一会儿我要进行一个epoach一个epoach 进行咱们当前session里边权重参数 还有偏执参数 就是说所有的层涉意到所有的参数 咱们都给它保存下来 那么咱们还是掉了一个tensorflow的trim模块 trim模块还是像之前一样 把它的save layer拿出来 实际化这样一个对象 直播说这里我写了额外的一个参数 这个max to keep等于3是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大家在咱们实际的运行的时候 会给大家看 这个max to keep等于3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是咱们在这块先定义了两个东西 那么这块还有一个另外的不同 就是说咱们之前是不是只进行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 咱们在测试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咱们训练完了直接进行测试 拿咱们的模型保存到内存当中 那么这一回咱们定义了额外的一个东西 看这里就是说我定义了一个度寸等于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咱们在训 我先改成1吧 在咱们训练的时候 咱们来看这 就是说这个度寸是什么意思呢 这块我们看有一个f度寸等于等于1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度寸设计成1了 就是说咱们接下来是要训练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在这里咱们就要不断的进行训练 训练咱们之前这一部分跟咱们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我加上了一个保存的东西 我们看咱们保存什么 咱们加了一个e-post 就是这个在除上这个save step 如果说它这个是等于等于0 就是说可以整除的情况下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现在来说 就是说每一个e-post 每一个e-post 都要进行一个模型的保存 模型的保存呢 咱们还是用这个save.save 咱们保存的还是这个session的计算域 咱们把它保存到这个 当前的一个根目录下面的save 我们看这个save里边 save里边吗 这是save save里边有一个nice 现在我把之前我做的给它删掉 那么现在它是一个空的 一会儿呢 大家在保存的时候就能看到 咱们实际的是往这里存进去一些值了 这里存值啊 咱们需要给每一个e-post 进行一个 就是说 咱们要每一个e-post 一个e-post进行保存嘛 所以说每一个e-post的名字 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在这里呢 给让每一个e-post的名字 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在后面加上了一个-几 比如说-0-1-2 咱们代表每一个e-post的模型 的一个名字 它是叫什么的 那么这个是咱们一个 度寸等于1的情况下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网络的训练 以及呢 模型的选择 模型的保存 然后呢 如果说啊 咱们把这个度寸设成0 设成0之后啊 它是不是就不走 咱们这个训练的 训练的这个模块了 它直接就要走 这样一个测试的模块吧 在走测试的模块下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咱们要进行一个 模型参数的读取了 咱们要把之前啊 那个卷积层啊 还有全链接层啊 所有的层的WB啊 都读进来 以及呢 咱们的一些啊 这些中间的这些东西啊 都给它读进来 因为啊 这些东西都是咱们 session里边定义的吧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 用了一个saver.restar 把这个session啊 再读进来 读进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 把之前的模型里边 所涉及到的 所有的东西 都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进行一个 这个test了 我们看啊 这块进行了一个session run 拿哪个session进行run呢 拿咱们之前 保存下来的 那个session 进行了一个run的操作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拿咱们之前 加载好的这样一个模型 去做了咱们一个 测试的工作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咱们的 这个代码会 不是说 咱们代码看一看 咱们保存模型的时候的 一个效果 我们 我们直接restar一下吧 直接restar一下 从头开始运行一下 咱们来 从头开始跑一下 还是啊 先把咱们的这个 所需要的这些包啊 都导进来 然后呢 把mainst加载进来 指定好啊 咱们模型的一些参数 然后定义好 咱们计算的一个框架 然后这块 就是咱们定义一些超参数 这块 咱们先让这个度寸等于1 注意啊 就是说 度寸等于1的时候 咱们是进行一个模型的保存 还有训练吧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模型的保存 还有训练了 大家看 就是说 现在这个nets里边 是一个空的吧 咱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运行可能稍微有些慢啊 大家可理 还行 不是很慢 咱们来看 现在是一个e-poach 一个e-poach进行了吧 现在是第0个 第1个 然后呢 这个cost是在不断下降的吧 就是说 咱们模型啊 确实起到了一个效果 咱们再来看 现在这里边有这样 -0是什么 -0是第0次吧 -1第一次 -2是第二次 大家翻翻一点 就是说 我-4出来之后啊 -1就没了 然后呢 -5出来之后啊 -2就没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块是因为 咱们之前啊 定义了这样一个东西 咱们定义了一个 max to keep 等于3吧 这个max to keep 等于3啊 就是说 咱们最终啊 只要只保留 这样三组模型 大家看看 就是说 现在是六七八吧 等9出来的时候 6就没了啊 也就是说 咱们只保留啊 最后那三组模型 咱们要拿最后 那三组模型出来 为什么说 咱们只保留 三组模型啊 咱能不能 多保留一些模型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随便 打开一个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大小啊 它是多大 一个来说啊 咱们现在一个 非常简单的结构啊 它就已经是 70多兆了 如果说 你的模型啊 再稍微复杂一些 很有可能 它达到六七百兆 这都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不希望 咱们保存下的模型啊 太多 那么这个东西啊 都是可以大家手动设置的 你也可以设置一个 max to keep 等于10啊 或者是等于多少啊 如果说 max to keep 等于乱 就是说 咱们要把所有的模型啊 都保存下来 这个东西啊 都是咱们可以手动 进行设置的 现在应该已经是 迭代完了 咱们看 现在迭代的一个 咱们可以看一个 寸的accuracy啊 咱们已经达到了1.0啊 可能是 这个不是太准 可能发生了一些 过拟盒的现象 一会呢 咱们啊 就要拿这个 这个让度寸啊 等于0的时候 咱们要把这个模型 拿进来 咱们再来测试一下 那么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已经 把这个模型啊 都给它保存下来了 咱们来看 最后一个模型 是14个吧 因为咱们这个 epoch啊 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啊 这块啊 咱们再进行一个 测试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度寸啊 给它改成0 改成0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运行 这块了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测试了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块呢 我拿到的是哪个 咱们寸epoch 是等于15的吧 所以说 我现在拿到的是 第14个epoch 也就是说啊 这里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迭代结果啊 来去跑一下 咱们的测试集 看一看 咱们现在啊 一个测试的效果 会是怎么样 咱们来运行一下 哎呀 这里怎么没运行呢 我看一下 刚才这块是没改吧 f2寸等于0 我看一下 f2寸等于等于0 为什么没有运行呢 这块啊 这块我还没有改 刚才啊 就是说这点啊 注意点 如果说大家 拿这个notebook进行 就是说拿notebook 进行代码书写的时候 当咱们完成了一个块的时候啊 咱们需要先给它运行一下 给它运行一下之后啊 咱们才能再运行下面这个区域 好 那么它变成一个信号啊 就代表着它现在正在运行了 咱们一会儿啊 就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运行的结果 那么这里啊 为什么给大家说 这个 读寸这个事呢 也是推荐大家 按照我这种写法 就是说 咱们其实啊 咱们测试 咱们test 还有tune的时候 是不是说都要利用上 咱们之前写好的 这个网络的模型啊 为了避免咱们重复的 去书写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设置 这样一个变量 等于0 或者等于1 来控制着 咱们到底是训练 还是测试啊 这样做起来 相对来说 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一会儿 它可能很应该啊 我们看 这是已经是给我跑马了 这个速度啊 可能稍微比较慢 我现在搭的这个 TensorFlow 它也是一个 CPU的版本 因为啊 用这个笔记本来说啊 它这个性能啊 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可以看 现在的一个 test的结果是 0.886吧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这个效果 还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 咱们确实啊 是从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磁盘上 把咱们的模型呢 加载进来了 加载了模型之后啊 咱们又对咱们的模型啊 进行了一个 test的操作 那么这样 咱们就完成了一次 完整的 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 包括了咱们模型的 这个固定到磁盘底 以及呢 还有咱们从这个磁盘底 把咱们模型 再读取进来 再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关于啊 这个模型的 这个读取啊 还有保存 那么就先给大家 讲到这里了